欢迎仪式后,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谢尔达尔·比尔德·穆哈梅多夫总统举行会谈,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 习近平指出,这是你就任总统后首次访华,今天又是中土建交纪念日,我们全面谋划中土关系下一步发展,共同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,意义重大。 中国共产党正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,以中国式现代化,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土方正在积极推进土库曼斯坦复兴战略。 中土两国理念相通,目标相似,利益相连,在发展振兴路上要携手努力,发挥互补优势,深挖合作潜力,实现共同发展。 谢尔达尔·比尔德·穆哈梅多夫表示,很高兴在土中建交31周年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对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,土中友好交往远远流长,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。 建交以来,特别是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十年来,两国各领域多层次交流合作,取得丰硕成果,人民友谊更加深厚,友好关系日益巩固。 土方高度评价两国关系发展成就,对两国高水平互信和合作成果深感自豪,愿意同中方加强互访交往,学习借鉴中国成功发展经验,全方位深化两国互利合作,实现共同发展。 土方坚定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 会谈后,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坎联合声明。 共同见证签署一带一路绿色发展,数字经济、卫生、文化、体育、新闻媒体、天然气等领域合作文件。 当天中午,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谢尔达尔·比尔德·穆哈梅多夫举行欢迎宴会,王毅、何立峰等参加有关活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